2020花蓮国际石雕艺术记户外创作营 目前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而在花蓮县石雕博物馆 也有一系列精彩展览 其中在大厅展出的是 石雕艺术记的特展石洞漫坡 有多位世界知名雕塑大师的精品56件 让民众可以一包眼福 第12届花蓮国际石雕艺术记主题定为石洞漫坡 花蓮县文化局特别规划了一个特展 齐聚了法国、意大利、荷兰、日本、韩国及台湾等雕塑大师 共56件的名家作品 象征着艺术家从世界各地汇聚在花蓮 共同演绎这一次国际石雕艺术记的漫坡之舞 我们总共有56件作品 从朱敏老师太极的石雕 他的石雕作品非常非常的罕见 开始然后从一路到 以石头作为主要的媒材 到不同媒材的复合的方式来做 总共有56件 那期间比如说 现在大家熟悉的黄色小鸭的创作者 他把神户蛙的部分把它借展过来 那神户蛙就是Hoffman他的一个作品 那或者是有 草菅迷生的南瓜 两个小南瓜 我们也有他的原作 然后借展到我们的展览厅 或者是赖纯纯老师 他的不锈钢的恐龙 那他也是一个 大家很吸睛打卡的一个作品 那我们透过这些作品 想要传达的事情是 立体雕塑 在过去到现在 在花莲 以及在台湾各界 甚至世界各界 对于这件事情的演变 然后里头可以从我们古典的人像的雕塑 那是我们花莲在地艺术家 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收藏品开始 一路到我们世界知名的一个雕塑家 做不同材质的呈现 石标博物馆大厅展出区域分为 石具和奇奏 石具一部分是展出15件作品 展现了石材纯粹的美感和力量 而奇奏展区则是展出10件多元梅材雕塑作品 以此对照石雕创作的特色和限制 包括铜、不锈钢、玻璃纤维、陶瓷、水晶等等 带领观众可以领略艺术家 如何发挥创意和想象力 透过雕与塑的手把 在刚硬与柔韧、冰冷与温暖的各种梅材当中 创作出丰富多元的艺术成果 也欢迎民众可以把握难得机会 前往石雕博物馆来参观欣赏 绝对会欢迎市报道